第一个就是说519 那我们要诉求的是什么 就过去八年民进党做得不好 但是他又可以执政 那我们期待能够好好的监督他 那当天我看到了 当然这是我的 给民众党的建议 就是说当天花了很多芭蕾 就蔡英文很多芭蕾做跳票 那要是我来 我会设计一个卡 一张手卡 上面就芭蕾 每颗都芭蕾 蔡英文的证件什么跳票 八年20万户的社会住宅跳票 芭蕾票 什么芭蕾票 什么东西芭蕾票 司法改革芭蕾票 芭蕾很详细的 一体一体的列出来 不要列大项 而不是说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要改哪一项 让老百姓知道 他哪一项是跳票的 都是芭蕾 一串都芭蕾 但是我们也可以跟他鼓励一下 他什么做到了 姓品 多元成家 对这里是他做到的 那我们就给他鼓励一下 完了之后 芭蕾票出来了 那我们就 隔一天就520了 对不对 把戴清德的证件 他选举的时候 一个一个拿出来 一个把它列出来 那我们要在野党 要好好的强力监督 我们就把它证件 一页一页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给戴清德呢 其中报告 那他其中报告是什么 两年后嘛 两年后的5月20号 我们来 我们来 小考卷 来 来再一个一个来检视 当519那天 你们发给现场的民众的卡 那哪一个证件 继续跳票 还是说 其中报告 他是不及格 没有在做的 那这样子就是 其实在野党就是要做一个 有利好好的监督了一个在野党 但是在这一次的国会 立院的这些抗争里头 我想要讲一下 我突然间感觉到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没有执政党 大家都是在野党 大家都在立法院里头 因为那个只有在野 执政党在上街头 这种好奇怪 执政党在上街头 执政党在拿很多布条在抗议 那感觉那不是在野党该做的事情吗 所以呢 我还是那句话 过去8年下来 我每次都常讲说 其实民进党非常适合当在野党 他会把在野党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的贴切 没错 因为他们的抗争 你看活力十足啊 你看他们立法院 泡白米 在议会里头 抢了人家的文件还可以泡 然后去中人 去中别人 这个念过拳击的这样 所以呢 我这个我觉得 我们台湾的老百姓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让民进党勇也当在野党 我觉得台湾会是一个 活力十足的台湾 这个听毕吾姐分析时事 就有一种觉得 写低纸又回来的感觉 写低纸回来的 以前这个柯主席都叫 这个毕吾姐叫写低纸 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大家好 我是黄国昌 大家好 我是黄珊 祝福风灿传媒一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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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风灿传媒 扁持政治 持续公正报导真相 发出台湾的声音 祝福生日快乐 2023年4月 风灿传媒诞生了 以后走来我们无畏辛苦展现专业 让FTNN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 我们无畏付出展现创意 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 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 风灿传媒 感谢由你